据美国白宫发布的消息 当地时间的3号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白宫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 这将是俄乌冲突发生之后 舒尔茨第一次到访白宫 也是舒尔茨就任德国总理之后的第二次访美 有分析指出 已经数次被美国背后捅到的舒尔茨 此次访美之行可谓是棘手 他将就引发欧洲强烈不满的通胀削减法案等问题 向拜登讨说法 白宫新闻秘书卡里纳让皮埃尔称 舒尔茨总理的访问是巩固美国与北约盟友德国之间 深厚有益的机会 两国领导人将商谈对污援助行动 以及一系列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上的长远合作 不过以数次被美国背后捅到的舒尔茨 其实另有打算 在欧洲经济衰退通胀高企的背景之下 如何减轻今年1月正式生效的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对欧洲的伤害 将成为此次美德领导人会晤绕不开的话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副总理哈贝克等人 曾先后就此问题赴美讨说法 却都不了了之 分析人士指出 执意推出通胀削减法案 表明美国以自身利益作为形式的唯一依据 尽管舒尔茨此次访美将再次救法案问题 向拜登讨说法 但两人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并不大 此外 近日有白宫官员表示 美国之所以向乌克兰提供M1主战坦克 是因为受到德国的压力 对此 德方第一时间进行反驳称 向乌提供坦克是双方协商一致做出的决定 总理舒尔茨从未将鲍二坦克 与美国M1主战坦克挂钩 美国政治报网站对此评论称 在重要的国事访问之前 打口水仗并不是展现盟友团结的正确方式 对舒尔茨而言 比俄乌冲突升级更值得担忧的是 如果俄罗斯对德国进行反击 北约尤其是美国只会袖手旁观 换言之 舒尔茨并不信任美国 事实上 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不信任 并非毫无道理 就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M1坦克的第二天 美国国防部副新闻秘书辛格 便称美国军火库中 没有足够的M1坦克可交付给乌克兰 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近日也表示 向乌克兰提供M1坦克 可能还要再等一年半或两年 未经许除非可能会帮助